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比较爱用的饰品 我的饰品呢,耳环比较多,然后项链和戒指比较少 因为耳环是最贴近脸的这个地方 而且有的时候耳环会修饰一下脸型 也会给整体穿搭提亮一下 我的肤色是比较偏黑黄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戴金色或者白色的耳环 这样对我的肤色比较有修饰的作用 基本上都是平价高阶品牌 因为我也就是比较大咧咧的 即使我弄丢弄坏了,我也不会太心疼 高阶品牌的耳环也会比较贴近最近的流行趋势 那我现在先从耳环开始介绍吧 首先可以想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耳朵上这对耳环 这对耳环是一对就是珍珠是从淘宝上买的 这个珍珠应该不是真的 一家淘宝店叫脂肪商店 应该很多人都从他们家买过 家店就是比较偏欧美风 然后复古风一点 而且质量也还都是挺不错的 我戴这个珍珠耳环 它就是承诺后面那个 压在耳朵里面那个珍是925纯淫的 就是不会过敏 所以戴着还挺安心的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珍珠 然后上面有一根小固 不像以往的传统那种珍珠耳环 就是非常有女人味 戴那些就是普通版的那种珍珠 我其实是有点hold不住 但是像这种的呢 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挺合适的 而且我觉得它设计的就很简单 一点都不啰嗦 也非常好搭配衣服 我平时会搭配一些就是颜色比较温柔的衣服 或者是小裙子 我就会想起这对耳环来 总之是一个非常好搭配的一对耳环 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这款呢是从Other Stories这个店买的 他们家店也是这种高阶品牌 而且耳环也是更新换代的非常快 他们家就是很少有模特把这种耳环 带在耳朵上展示出来的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买错了 大小不太合适什么的 我收到这对耳环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挺惊喜的 它就是简单的两个圆形 然后颜色呢就是这种金色 然后是亮面的 我觉得它大小非常合适 而且戴在耳朵上很有存在感 而且很有光泽 就衬托着脸特别的亮 其实穿比较暗一点 或者素一点的衣服 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近我真的就很喜欢 而且经常戴的一对 下面呢想介绍的这对耳环 就是我耳朵上现在这对 这对耳环的寻温度非常的高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 它也是来自 Other Stories 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种小圆片 但是呢这个小圆片上 有一些纹理 这个纹理就是凹凸不平 会反射灯光还有太阳光 趁着整个脸都很闪 就是在你对面的人 很难不注意到 你戴了这么一对耳环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呢 非常的有心机 而且这个耳环也非常的简单 又很精致 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下面想给大家介绍呢 就是我耳朵上戴的这个雾面的金色的耳环 它不像就是平时传统的那种金色 它是有一点做就有一点雾面的 所以它戴起来就会显得稍微复古 比较清纯一点 这对耳环我觉得利用率非常的高 也非常的百搭和日常 可是我最近戴的比较多的一款了 下面说的这对耳环呢 同样也是来自Madewell 表面是闪着珠光的这种带帽的材质 它很夸张 很特别 它的边很粗 最近呢我经常戴它是因为我买了好多优衣库U的衣服 然后这些衣服呢非常的鲜艳 我需要就是脸的周围有一些白色去提亮一下 所以我会就是戴这对耳环 这对耳环跟彩色的衣服搭配在一起 就是很契合 所以这对耳环是我近期很好的伙伴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春夏戴 春天衣服就是比较鲜艳一些 然后戴这对耳环会非常的有气质 夏天呢就是尤其去海边的时候 穿白色的裙子或者蓝色的衣服 戴它就是拍照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我想说这对耳环呢 也是两个大圆圈 但是这两个大圆圈有点像一个大花 或者像个大CD 它是雾面金的 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些复古和低调的 不像那种亮面的会特别傻 所以它同样非常适合春夏戴 戴上之后特别的显眼 特别的有存在感 我觉得它就是已经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显眼了 所以我觉得项链或者是衣服就穿简单一些的就很好看了 我这个也是去海边之前买的 就是为了配一些裙子或者浅色的衣服 就感觉非常的复古又很有设计感 或者再戴一个大颜的草帽 就露出半个脑袋 然后露出一点点的耳环 就非常的有时尚感 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我耳朵上这对耳环 这对耳环是我从Bunada Republic这个店买的 我这也是第一次在他们店里买视频 质量也还不错 这对耳环是上下两个圆片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这种设计 下面这个圆片呢 上面就是雾面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纹理 上面这个圆片是仿石头的这种不规则的圆形 然后它是亮面金色的 两个圆片互相衬托 反而显得上面这个圆更亮了 而且我觉得看着也非常的简单大气 还有一点点复古的味道 秋冬的时候我觉得配大衣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不经意之间把你身都会显得很有质感 很提亮你的脸部的颜色 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修饰一下脸型 显得你的脸会比较小巧一些 接下来介绍这对耳环呢 就相对于之前的那些就比较成熟 有女人味儿一些 这对耳环也是从Bunada Republic买的 它是这种水滴的形状 然后下面稍微宽一点 上面就变细了 整体看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形式 也是亮面金 所以呢会非常的闪 是有一定重量的 所以它看着会很有质感 戴在耳朵上呢显得也会很高级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配这种礼服啊 或者正式一点的衣服 既简单又不失高级感 缓的部分我就介绍完了 然后就是项链了 我先说我脖子上的这个项链吧 这个项链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从哪买的 可能大家都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护身符 上面就是刻的这个是关石音菩萨 是一个金的 我小时候就是戴着一个红绳 长大之后就配了一个金的链子 就这么一直戴着 因为我也不想老来回的Jag戴 所以就一直就戴着它了 去海边之前 我也是从就是Madewell买了三个一组的这种项链 我觉得就是夏天穿一些背心啊什么的 就挺需要这种项链有长有短的作为装饰的 它这个项链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它这个尾部有这个三个截 都根据你所想需要的长度可以去调节 它这个圆片上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种雾面的金色 所以戴上就非常的简单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过时 这个长度会比我现在戴的这个项链要长一些 刚好弥补了我 就是缺少这么一个长项链 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短的 这个短的项链 它也是有这种三个调节长短的那种设计 非常人性化 这个挂柱稍微有点小 我一般就直接戴我脖子上的这个了 这个顶链也挺好看的 它上面会有一些这种金色的点 就是还是有一些设计感的 我偶尔会三个叠在一起这样的大 然后或者就是两个大也很好看 就是随意的三个长短不同 可以随便组合在一起 这一组就非常的实用 而且很好搭配衣服 而且它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平价 原价可能是45刀左右吧 接下来呢我想介绍的就是这个毛衣链 这个毛衣链也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圆形 但是它这个圆上会镶着一圈这种水钻 一般穿身子的毛衣的时候会戴它 因为它会显得非常的亮 给它一个就是视觉的焦点 这个毛衣链呢是稍微有点长的 我在后面呢就打了一个结 然后调整到我正好需要的长度 然后戴上就是这个样子 它也非常的简单 而且这种圆形呢 我觉得也是不会过时的 它是从Soft这个店买的 可能现在没有的卖了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这种店里头 还会有类似的款式 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最后想说的呢就是这个戒指了 戒指我其实很少买 因为我的手实在是太细了 我最常戴的呢就是这个圆圈的 也是从Madewell买的这个戒指 化成他们家做广告的了 这个戒指就是看着非常的简单 也是这种圆圈的设计 但是戴在手上呢就会特别的显眼 也有设计感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而且这个大小就是刚好适合 我这个食指的大小 戴了好几年了 就是一直质量都还挺好的 它只有这一块有一点点磨损 就是有点发败 剩下的完全都没有掉色 所以它搭视频我觉得还真的是质量挺不错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交叉设计的这种戒指 这个是从Cose买的 这个形状也是非常就是常见的了 它也是非常简单 能一直戴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有些视频呢可能买不着了 或者是国内的同学想买 可能买不了美国这边的视频 但是我觉得在网上或者是淘宝上 应该都会有这种相似的款 因为我介绍的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设计比较简单的视频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也可以帮我点一个赞 或者是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